他想的是他們被人家詬病說三面鍋就是沒有生態 他怎麼辦?他就完全太大了 這邊是不是跟剛才是大一樣 如果不怕曬的話可以大都不停在這看一下 那只從日面這邊有這個過風的水域 我要再做一些核發的檔案去改造 大家知不知道西北市 西北市有四大黑龍漿有警署嗎? 那判斷嗎? 不知道 來我跟你不用猜了直接講好了 最早期有一條叫做中港大牌 聽過嗎?黑人黑龍漿 第二條就是中河叫做外牙溝 再來就是那個蘆洲 有一條叫做鴨母港 鴨母港溝 第四條在板橋叫做男子溝 西北市的四大黑龍漿 那這四大黑龍漿大家知不知道發生什麼變化? 中港大牌有沒有去過? 已經整治了 號稱是全台灣第一條清西川 但是最近有沒有聽到他還講說他是清西川嗎?沒有 反而是台中一個叫做柳川 他號稱是台灣第一條清西川 但是中港大牌我不敢吭聲 為什麼不敢吭聲? 因為這種清西川這種名詞 到台灣以後就變形了 那大家知道韓國的清西川是什麼東西? 韓國的清西川在我們很多人認為是他一個人造的水毒箱 他所有東西都人工智障 他很好 他就把我們新生南路這樣 本來是加蓋域有高架的 把高架拿掉 把蓋子拿掉 回復到以前他們清西川的一個反貌 那蓋下去之前那邊很多的橋樑 或是古時候 周二古時候的一些路橋 很漂亮的路橋 自從把蓋子打開之後 那些路橋就重新出現 很漂亮的路橋 從旁邊那個漢漿的泥水進來 他不是真正把我們的水 把它整治完畢 然後把它泡到裡面去 所以我們